大家会问我 生活中哪些食物会引起上火 其实我还真的想给大家讲一讲上火的成因 经常我们出现最常见的上火的因素 第一个是吃得太好了 你看你吃的食物太好了 你消化吸收不了 多余的热量 它就会攒成火 然后通过一些除道自动的排解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你捂得太厚了 有些同志他就有感觉 我犯了一床厚被子 我盖了一宿 怎么就上火了 第三个的话 有一些同志的话 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 你本来是一个阴虚的体质 那你就会捂心的烦热 然后会出现一些虚火的上炎 但是你也不想喝水 也不想吃冷的 但是你还会觉得我身上似乎有热又有冷 这样一种感觉 还有一些同志的话呢 就是天生的一个火热体质 风风火火 那我们的临床上可以跟住大家不同的体质情况了 然后来进行的调理 那经常吃哪些食物最容易上火的话了 就是焦躁的食物 它容易上火 心拉的食物容易上火 还有火热的食物吃的过多 也容易上火 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殷虚体质的同志 刚把他身体调的好一点 然后他第二天又来找我了 就是女大夫呀 你看看我那个 昨天吃你的腰挺好的 结果了我们去同事们聚会 吃了一顿的火锅 我吃了一些羊肉 今天就又上火了 所以像这类食品的我们少吃 还有一些了我们那个大料 大家来点赞